4月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向在北京指出 近年来,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炮制了所谓的新疆数据项目 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维吾尔过渡期司法数据库 笼络收集了一批所谓的证人证言 妄图以假乱真,诋毁新疆,门骗世人 那么经过认真的研究核对 这三个所谓的数据库 共涉及一万两千零五十人 查实了一万零七百零八人 一千三百四十二人属于凭空编造的 那么在查实的一万零七百零八人当中 有六千九百六十二人在社会面上正常生活 三千二百四十四人因危安暴恐犯罪和其他刑事犯罪被判刑 二百三十八人因疾病等原因死亡 另有二百六十四人在境外 徐贵向介绍说 新疆数据项目由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建立 得到了美国有关政府部门和反华组织人权观察的资助和支持 这些所谓的涉疆数据库均由国际上一些反华组织人员或东突分子建立 且背后都有美西方反华势力的影子 为了金主的利益 热衷于炒作各种反华议题 四处散步谣言 丑化妖魔化中国 根本就不是学术研究机构 而是美国政府操纵的反华工具 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反华极限工具 特别是在涉疆问题上 该机构一再创出毫无事实根据 充满幻想异端的谬论 早已经是臭味昭著 许规向指出 新疆数据项目大量发布或转发涉疆污蔑文章视频 帮图以学术研究的面目攻击抹黑新疆 那么在地图板块当中声称 通过卫星图像 借助夜间照明技术的研究方法 识别并掌握了新疆所谓 380个居留设施的地理信息 并且称新疆在乌鲁木齐喀什阿克苏本地 新建了大量的居留场所 但是经过核实 这个数据库所称的380个居留设施当中 343个点位是正规的学校 机关事业单位 医院 住宅 商铺 占比了高达90% 绝大多数都是伪造的 可见该项目库以假乱真 到了毫无底线 西斯底里的程度 徐贵向强调 这些所谓涉疆数据库 肆意采取无中深游 模糊指控 妄加揣测 杜撰赚改 移花接木 强制关联 断章取语等造假手法 编造了一批所谓受害者名单 其中的一大批人员 身份信息都是编造的根本不明确 还有一大批被指明道性的所谓被关押的人员 事实上都在社会上正常的生活 还有一些人员因实施暴补活动 杀人 强奸 贩毒 抢劫 卖淫 等犯罪行为被依法判出刑法 徐贵向说 大量证据表明 美西方反华势力 炮制的所谓涉疆数据库 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库 谣言库 伪证库 编织着弥天大谎 充斥着污蔑攻击 被别有用心的政客愤若至宝 简直是荒谬绝伦 然而一些国家的政府 政客 组织 媒体 却凤若至宝 不假核实 不假分析 也不分星空灶牌 对这些所谓的研究成果 和证人证言 无信不疑 甚至还寡连掀齿地将一些演员者 奉为座上宾 颁发所谓的奖项 给他们涂上人权 卫视的色彩 并据此 给新疆扣上了反人类罪的 种族灭绝的帽子 简直是荒谬结论